唐山蛋糕店被黑社会打杂 谁该担责 唐山烧火店事件还没有结束 又有一起 蛋糕店被黑社会打杂 本来周末我想讨评 但看完视频后呢 我就跳起来了 我真的很难想象 这是在2022年的唐山市 竟然还有我以为 只有在蛊惑的电影里 才能看到的剧情 恐吓 威胁 打杂 如果报告内容都是真的 法律能不能怪 当然了 除了可能涉嫌寻信姿势外 还真可能是黑社会 也就是涉嫌构成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依据刑法294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 黑社会需要具备四个特征 第一就是有组织 人数较多 有明确的执行划分 有龙头 华氏人 还有小弟 据举报人说呢 他们是一伙由刑满 释放人员组成的团体 第二就是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由组织通过违法犯规活动 获取经济利益 举报人也说 他们多次对举报人进行敲诈勒索 恐吓威胁 骚扰等违法行为 第三由相关国家公共人员 对其提供非法保护 这一点目前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第四惩罚一方 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 形成非法控制 扰乱社会生活秩序 这要看他们是否这个多人存在这些行为 那这个该怎么处罚呢 对于组织领导者 也就是龙头 可以判七年以上 对于积极参加者 也就是华氏人 三到七年 其他代言者呢 三年以下 但如果构不成黑社会犯罪 我们还有这个兜体 寻信滋事罪五年以下 虽然这个罪名尽管被诟病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还是很有必要存在 当然有人说 这举报人大哥 肯定是被逼得没法子了 要不一般人谁敢呀 面对黑社会 万一再被打击报复了呢 确实我也建议这位大哥赶紧报警 寻求警方保护 也避免对方强迫你私了 照天呢 唐真事件把我朋友圈给刷屏了 很多人都出奇的愤怒 也包括我自己 后来我仔细想了想 我们之所以愤怒 是因为我们骨子里 以为的安全感 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而且这种不安全感 是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我们感同身受 就像很多粉丝私信我 头律师 我出门 能不能带一个电棒 能不能带一个水果刀 能不能带一个防狼喷雾 我也不知道 而且我也不希望 这些违法犯罪行为的追责 只能靠媒体来推进 我说完了